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街 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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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九點鐘 大街上的夜店 拍出辣妹扭腰百層 墾丁的夜晚 現在才正要開始 這次暑假平日的墾丁大街 人潮依舊是搶搶棍 完全感覺不到冷清的感覺 觀光雪崩對他們而言 其實完全無竿 一份墾丁國家公園 提供的上半年旅遊人次統計 相較於去年同期三百四四萬人 今年掉到兩百一十二萬 讓墾丁觀光雪崩說 風聲四起 不過我們實際來到國境之南 這大街依舊是熱點 現在這種人潮的話 還算蠻多人 因為大環境的關係 有可能就 貨買意外沒有那麼好而已 其實還是可以 你看人還是那麼多 人沒顯著削減 但期待率卻少了 多數人一條大街走到底 仍是兩手空空 墾丁橫沉一代觀光真的完全不受影響 我們現在實際走進的是一間租車行 可以看到的是陸客 最喜歡坐的電動車 但現在卻一整排都亮在這邊 業者初步整體影響就有超過三成 不過官方提供的少了一百三十三萬人次 這個數字究竟哪來的呢 其實是肯管處提供的入園人次 他們的組成當然主要還是因為陸客不來的關係 不過這樣的數字究竟能不能代表整個墾丁觀光生態呢 這樣我給你拿一百二十塊人民幣就好 賣個有賣到 抓緊機會趕快推銷 因為已經下午兩點鐘 鵝鑾鼻旁的商店街卻遲遲沒開市 旅客減少源頭在哪 真正的觀光重災區 就在過去專營陸客團的風景區 這裡大部分都是靠陸客 真的啦 這是最重點 生意差幾層 差不多差一半以上 我敢這麼說 船翻石那邊昨天晚上下山上 只有我們一家三口 鵝鑾鼻蒸發二十五萬入園人次 貓比頭一口氣少了七十三萬旅客 只是過去陸客團到墾丁 一日由走馬看花後 駐往台東或高雄前進 民宿業者和鎖定散客的周邊店家 本來就不靠陸客為生 身處風暴之外 最主要是來的人次這樣而已 那這人次跟住宿次 其實並不會說很強烈的這種正比 單看景點入園人次 就說墾丁觀光雪峰 在地人也難苟同 但相較於數人頭 遊客人來了卻緊縮消費 才是墾丁真正面臨的觀光衷景 散布